那同学们,刚刚呀,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些口算整十整百数的成法这个方法,也学习了这个成法的估算,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学习三位数乘一位数的比算方法是不尽畏的,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 亮亮啊,有三十二块糖,乐乐是它的三倍,那么乐乐有多少块糖呢?那么这条题再怎么练试啊? 嗯,三十二乘以三 哎,好,比较简单是吧,用亮亮的再次乘以三,就是乐乐的夸数了,对不对? 对 那接下来我是不是得来列数式去计算一下呀? 是 那么在这我先列一下数式,列数式的时候一定要记住要相同的数位去对齐,那我要记住三十二乘以三,那等于多少啊? 那我在这里要用第一个因数,先用第二个因数,也就是这个一位数去分别乘以这个第一个因数,对吧? 对 也就是我要用一位数去分别乘以这个两位数或者三位数,那我要用这一位数去分别乘以它的低位和高位要依次去乘,对吧? 对 我不要从第一个高位分别去乘,那我先用三去乘以二,二三得六 六,对不对? 然后在三去乘以十位上的三,十位上的是三,表示它是三十,对吧? 对 那么三去乘以三等于多少? 九 九,其实是九十,对吧? 对 所以这个九应该落在十位上,结果就等于九十六,对不对? 对 那么在乘法里边,这个三十二我们叫做什么? 嗯,一数 很好,在乘法中这个三十二我们叫做因数,这个三叫做也叫做因数,得出来的这个叫做它们两个的成绩 那么在这里同学们一定要记住啊,我是要用这个一位数去分别乘以这个两位数或者三位数的个位十位,如果是三位数再乘以百位,也就是我要从低到高 分别去乘,那啦,最后的结果就等于九十六,单位是块,对吧? 对 所以九十六块糖,最后我们再打就行了,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完整的解体过程 那么在这里这个三十二我们叫做因数,三我们也叫做因数,因数乘以因数得出来的,在乘法中我们叫做它们两个的成绩,所以最后我们算完了,结果就是九十六块糖,最后再来一转,打就可以了 那么这道题我们做完了,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 比算两位数或者三位数乘以一位数不进位的乘法时,要用一位数去分别乘以两位数或者这个三位数的个位十位 要是有百位我再去乘以百位上的数,得数分别写在几道各位十位百位上就可以了 那也就是说我要用这一位数去分别乘以这个两位数或者三位数的由低到高要分别去乘,对吧? 对 那好了,这道题我们做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做一道练习题 用数式计算下面个式,那也就是我们得列一下数式,对不对? 对 那么第一个我先来看一看,这是一个几位数去乘以一位数? 三位数 三位数 那不管几位数,首先我得学数位最奇,对吧? 对 二百一十二要乘以三 那我要用这一位数去分别乘以这个三位数的哪儿啊? 嗯,低位到高位 从低位到高位,也就是我要分别去乘个位十百 然后把乘积也落在这样的位置上,对吧? 相对应的落上 那我先用三去乘以乘,先去乘个位上的二,三得 六 那我直接落在乘积的个位上 然后我再用三去乘以这个三位数的十位上的一 一,三得 三 三那我就落在十位上 接下来我再用这个一位数去乘以这个三位数的百位上的二 二,三得 六 所以我把这个成绩落在百位上 最后的结果是多少? 嗯,六百三十六 六百三十六,对吧? 对,那好吧,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四百三十二乘以二 那我同样的方法我要用这个一位数去分别乘以这个三位数 由低到高分别去乘,对吧? 对 先乘个位再乘十位,最后再乘百位 二,先乘个位上的二,二得 四 四 那这个二再去乘十位上的三 二,三得 六 落,得到的这个六应该落在它的 十位上 因为我是用这个二去乘以十位上的三 所以成绩应该落在十位上 然后再用二去乘以百位上的四 二,四得 八 最后的结果等于八百六十四 八百六十四 接下来看一看这个啊 二百二十一去乘以四 一四得 四 四再乘以十位上的二 二四得 八 四再乘以百位上的二 四得 八 最后的结果等于八百八十四 就可以了 我们发现这三道题都是三位数乘一位数,对吧? 对 而且近类了吗? 没有 没有近类,对吧? 那么下一节车我们就会来学习它们近类的方法 那么这一节车呢 我们先来学习它们列数式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不近类的方法应该怎么做 那好了 这三个小题我们做完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道题 拖式计算 拖式计算等号期间哪来着? 嗯 下面 下面对吧 那好了 那我给它落下来 四百乘以二再加上二百二十八 那我就要听应该先算谁呀 四百乘以二 在这个式子里边 有乘有加我应该先算的是乘后算加,对吧? 对 四百乘以二 那我们发现音数的末尾有零 我可以把零带住哦 不看 先算零前面的数 四乘以二 二四得 八 八 那我乘积的末尾有两个零 我就再积的末尾后年 补两个零 音数的末尾有两个零 我就再乘积的末尾添两个零就可以了 再加上二百二十八 等于多少? 等于一千零二十八 好,那我得先算一下吧 个位加个位零加吧 从个位算起 八 十位零加二 二对吧 百位二加八满十 我要向前 一百位 它是零 千位它是一 结果就等于一千零 二十八 那好,这个篇项目 接下来看这道题 也要先算的是谁? 有乘有九 应该先算谁呀? 乘 应该先算的是乘除后算加点 对吧? 对 那我们发现有乘有九 应该先算乘 二十三乘以三等于多少? 等于 三三得 九 二三得 六 结果就等于 六十九 再点去十二 等于多少? 等于五十七 很好,等于五十七 是吧? 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 有乘有加 还是先算乘后算加 对吧? 对 那我得先用一百二十四 去乘以二等于多少呢? 等于二百 二四得 八 二二得 四 一二得 二 结果就等于二百四十八 再加上六十 那么加法的时候数位对齐从各位算起对吧? 对 八加零等于八 四加六 买学相前 第一十位落 零 二加现在一等于三 结果就等于三百零八 那么这几道题呢我们就做完了 那么同学们这一节课呢我们学习了哪些内容还记得吗? 嗯 整十整百数相乘的这个什么来着?口算方法对吧?对 就是我们要来计算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口算方法 我们还学习什么了? 估算 估算还学习什么了? 乘法算式 诶乘法那我列的是数式对吧?对 也就是两位数或者三位数乘一位数的比算方法 是带进位的吗?不带 是不进位的比算方法对吧?对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啊 那么整十整百数乘一位数的这个乘法计算的时候应该怎么算来着? 先看 先算零前面的数把零概数不看先算零前面的数对吧?对 然后呢我们算完这个成绩以后再来数零 因数的末尾有几个零我就再记得末尾添几个零就可以了对不对?对 那我在估算的时候我一定选先估好算 把这个两位数或者这个以三位数啊 先给它看作整十数或者整百数 然后再来计算就可以了对吧?对 那我们在三位数乘一位数或者两位数乘一位数比算的时候该怎么做呢? 我要用这个一位数去分别乘以这个两位数或者三位数 由低到高分别去乘对吧?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分别去乘了我的成绩也应该相应的落在相应的位置上对不对?对 那同学们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所有的知识点了 那么我们在课下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今天所有的听 因为都是计算的吧?那你一定要在自己动笔的再来算一算 好 亲爱的同学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咯 拜拜